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Lawen 生 很多谢Venny Magazine 和这个升级分离摄影师 最佳摄影的最后面望 很多谢评审和校围一起的支持 从事分离摄影已经十几年 在过千个月的分离拍摄工作里面 其实自己的心态一直都有不同的转变 我记得在早期自己的拍摄工作 经常都是期待拍到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可以拿到比赛的 那时候的重点 拍摄的重点 多数是有点刁转角度 有点光线去拍摄的 但是一直拍摄了 就会变到心态的改变 原来在这么多分离里面 总会有些重复的东西 可不可以拍摄相是不重复的呢 可不可以拍到每个分离 都有些独特性和不同的东西呢 那开始我就更加把重点转移了 放在人物里面 因为我觉得 分离里面有很多事情很相同 很多细致很相同 可能是做一些斟茶 游戏 下午可能是注册 东西 其实事项都很相同很接近 但是呢 我会发觉就是 如果 是不同的人呢 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很不同的 很细微的表现 于是我就开始慢慢把重点 转移了去人的身上 那我期望就是呢 能够发觉到 可能不同人的相关 其实呢 原来是一些很细微的动作 如果我能观察得到的 原来可以观察得到 他和他兄弟姐妹之间 和他父母之间 一些关系不同的表达呢 而我能够capture得到呢 那这些很细微的东西呢 就会变成了 他们自己的很独特的 他们自己才明白 他们自己能够 拥有的共同回忆的 那这些就是我现在 一直都很期望 和很追求就是呢 在每个分离里面呢 都能够拍摄到一些 很有个性的 很有独特性的 即使将来是紫淡的照片呢 都会有回心未知的感觉 一支好的分线呢 其实是一个记忆的延续来的 现在有Facebook 或者很多不同的分享的 媒体的网站呢 我很多常在Facebook里面呢 见到很多新人 可能五周年 十周年 他们放回很多 当日呢 婚礼的发授的照片 那除了我勾起他们 一些很珍贵的会议 其实都勾起了我自己 很多的会议 一些和新人一起参与的会议 这些呢 我觉得是很无价的 因为我是能够 在他们最重的日子里面呢 我能够看他们呢 拍摄到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令到他和他们的小朋友 或者家人 都能够之后呢 延续在不同的日子里面呢 看这些这么精彩的照片